应该就是怎么样 对吗 孩子们不见得听得进长辈的话 我这样讲对吗 如果孩子们都能够听得进长辈的话 今天应该没有坏孩子这三个字 对吗 因为即便是那个强盗的爸爸 他也会告诉他的孩子 不要去打抢了 对不对 我记得我爸爸是一个老前 但是他小的时候告诉我 孩子不要赌博啊 对不对 那如果我听进去了以后 我现在就不赌博了 对不对 到最后我是怎么样 最终我没有听进去 最后我去模仿他做 原来人啊 很爱模仿 对不对 人是很爱模仿的 我昨天跟大家玩了一个游戏 我相信今天我们要来玩一玩 我们两个手掌这样拿住好不好 两个手掌拿住 来 两个手掌 两个手掌拿住 两个手掌拿起来 来 屈膝 我们两个手掌拿起来 好不好 好 全部拿住 看住 看住 来 一二三 把你的手掌放在你的耳朵 我讲没有耳朵 你放脸干嘛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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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我讲放耳朵 对不对 当然我们有些很神猛了 因为他是被训练出来的 很厉害 真的放耳朵 对不对 但是我们好像 绝大部分的人很自然地放在脸 对不对 为什么你也放在脸 因为你看到我放在脸 对不对 其实你家里的孩子也是一模一样的 有一天 有个姐妹来跟我讲 我的女儿很麻烦 讲话很大声 哪里喊 你知道吗 我讲是吗 那我去找你的女儿聊一聊 我去找她的女儿聊一聊 哎呀 我讲亲爱的小姐妹 为什么你讲话那么大声 用来喊 因为我妈妈讲话用来喊 我像她学的 然后我就讲说 你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妈妈 有啊 她怎么回答你 她说妈妈可以这么做 女儿不可以 那请问你想想看这个教育会成功 你想想看这个教育会成功 我们可以想一想看这个教育会不会成功 有一天 有一个牧师一家人 他们就去一个餐馆吃东西 那餐馆吃完东西以后就买单 你知道吗 买单了就走了 走到一半 师母有一种习惯的 我家里也是一样 师母有这个习惯 我没有这个习惯的 就是看单 看单哪一个菜多少钱 哪一个菜多少钱 看看一下不对路 什么不对路你知道吗 不是算贵了 算少了一个菜 所以师母就跟那个丈夫讲 老公啊 算少了我们一样 那丈夫看着师母 孩子们都看着 孩子们真的很想讲说 哇 赚到了 那这个牧师马上就讲 我们现在回去 把钱还给人家 结果他们就回到那去餐馆了 就把钱还给人家 哇 餐馆的那个 那个收藏员非常的开心 他讲啊 我在这里坐餐馆那么久 我从来没有遇到那么诚实的人 因为很诚实 你又拿回给我 对不对 然后牧师就那一餐 本来可以不给那几十块走了 走了就算了的 但是他给了那几十块 有没有笨 会不会很笨 难得的机会 中奖的 你知道吗 他算少一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牧师一上车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他就讲说感谢主 为什么给多几十块 都要感谢主 你想到吗 因为牧师在说 如果我用几十块 就可以在我的孩子前面 教导我的孩子 什么叫诚实 划算吗 很划算 我也有经历过 有一次在KK 应该是KK买东西 你知道吗 他算少了我一样 我一样上到车里面 发觉到 怎么付那么少钱 你知道吗 结果我就倒回去咯 那天我载着我太太 我就倒回去 给回钱 那个KK的收货员 哇 他很开心 你知道吗 他非常开心 他想 因为少了以后 他要付钱了 对不对 现在他不用付钱 他很开心 不过他很开心 我有点不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两个女儿 没有在场 如果有在场的话 就趁机会有这个教育 对不对 原来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的原型只动 所以原教不如生教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今天教会要改变 教会要建造下一代 我们常常跟人家讲 去教会的青少年不会学坏 我后来我发觉到 这只是一部分 如果去教会的青少年 父母没有改变 他的孩子一样坏 因为他不是在教会学的 他在家里学的 因为他在家里的时间 毕竟是什么 在教会更多 Amen 圣明记五章六章五到七节 是如此的说 你要精心精情经历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的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这个经文的关节性在哪里 关节性就是 无论你坐在家里 无论行在路上 那你觉得这是怎么样 在家里 来来来 背圣经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三十七三十八 我要精心精力 爱主我的神 这是见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 跑到路上去逛街的时候 逛待半 背圣经 马太福音二者 是这样吗 是这个意思吗 你觉得是吗 我告诉你 你的孩子肯定会怎么样 肯定会离家出走 好不好 这里所讲的 在家里 行在路上 跟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的意思就是 生活化 跟你旁边讲生活化 是你的生活 告诉你的孩子 所以如果一个 一个父母告诉我 哇 他怎样怎样 怎样爱主 但是不小心 他的青少年 叫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牧师 可不可以为我父母祷告 让他们在家里 不要那么吵 我告诉你 那个叫教育失败 坦白跟你讲 真的叫做教育失败 对吗 因为孩子是很单纯的 孩子真的很单纯 孩子的单纯 他做的事情 不叫错 是他单纯的直接 你问我 我为什么能够 会很快地去 support 做那个 我们那个特殊孩子 是因为我们教会那时候 来的一两个特殊孩子 就是 他们几个来 来了以后 我们当中的孩子 忽然间就这么讲 不要参与他们 他是有病的 等下传染给你 我没有骂那个孩子 因为那个孩子 是讲真话 他不懂 从他的知识里面 是这么样 但是听到的很难受 你明白吗 我却有一个感触 是不是要有一个 特殊孩子的空间 孩子讲话 他都很真的 那孩子讲话 很真的 会把什么 会把家里的话 全部讲出来 所以基督徒是 表里合一 你内心里面 跟你的行为是合一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板样 阿们 那你说牧师 今天你讲得非常好 不过有点不关我的事 为什么呢 我单身一个 你单身一个 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 请你做板样 给你下面的 阿们 你单身一个 如果你是家里的成员 请你用你的板样 影响你的家里 我们信主 阿们 我们的模样 我们的样式 我们所做的事情 那就是你彰显上帝的荣耀 阿们 如果你想你的 那个你是组长 你想你的成员 哇 属灵山 哇 快点成长 那他们 哇 会祷告会这样 你自己不来祷告会 他怎样来 你要做板样 你告诉他们要领袖 你不领袖 他怎样来 你说我用圣经来教导你 圣经说 只子不可离开葡萄树 圣经告诉我们 说教会耶稣是头 其次 从另外一个观点 上帝让你来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就是葡萄树 你就是只子 如果你没有爱在教会 跟连结教会的情况 你所带的一群的门徒 会不会这么做 我告诉你 没有板样都不会 不单止对教会没有果效 并且还是变成一个负面 对不对 所以任何的事情 你要做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我们从团队 做到 以身作者 以身作者是一个关键性 所以跟你旁边讲 小心假冒为善 我们常常做的事情 就好像是很对 但是其实 我们做的假冒为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以身作者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假冒为善 所以 牧师提议你做榜样 主要不是叫你追求完美 你看我有去这里 我有去这里 不不不不 那是要展现你真实的自己 是你真实的自己 是不是连接于基督 你真实的自己 是不是有耶稣的榜样 你真实的自己 是不是能够把圣经的话语 活了出来 影响你的儿女 我今天 开始在准备这个稿的时候 我回去一直在想 上帝 这个稿一定要讲 不过讲了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我自己 因为我两个女儿 他们看着我怎么做 爸爸讲爱主 爸爸不爱主 可以吗 爸爸讲祷告 在家里没有祷告过的 可以吗 爸爸讲灵修 从来没有灵修的 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离表不合一 在教会是一种人 离开教会是另外一个人 Amen 如果这件事上帝不知道 OK了 如果这件事情上帝知道 有点麻烦 Amen 特别是新年的开始 新年的开始 其实我们就是 透过拜年跟新年 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来为主做见证 Amen 你不要告诉我 说你去开始 跟你的孩子讲 哎呀 爸爸都不喝酒的啦 不过一年才跟叔叔他们一起 所以没有办法咯 就唯有就是 拎拎拎 拎了狗仔听 然后你讲 爸爸你看 爸爸已经没有赌博很久了 今天去到婆婆的家 只是陪婆婆老人家 哎呀 都不懂能够陪他多久 他打麻将我就陪他 反正输到我们 本来就是包红包给他的嘛 就打一个麻将 可以吗 其实我们的那个模样 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 已经开始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 Amen PowerPoint 跳掉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那你请问你的隔壁医下 你有没有试过 跟孩子道歉 跟孩子道歉 是一个很高的艺术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明白吗 我发觉到很多家里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希望讲的不是你 如果是你的话 你好好反省 然后是你的话 牧师你讲我啊 不讲你讲谁 我都不知道那个人是你 你明白吗 有没有发觉到 常常会家里会出现一种状况 一家五口 家里有一家五口 两夫妻带着三个孩子 去一家五口 对不对 家里有任何的事情 就是我告诉你 大儿子错 二儿子错 小女儿错 然后太太的错 另外一个呢 永远没有错 要不然就到转来 家里也是五个人 一有什么事情 就是大女儿的错 二女儿的错 小儿子的错 老公的错 他也永远没有错 你发现你的家里 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吗 有你自己心里 知道就好了 你不用告诉我 你认为这个正常吗 对不起 避孔向下的 没有一个没有做错 Amen 对不对 有时我们太过一 关注到自己 然后就察觉到 别人的弱点 然后我们在包守 我们的叫做 做父母的自尊心 在做税 不可能错 所以孩子就很迷惑 我做错一定要承认 你做错就不需要承认 为什么 承认可以做一套 说一套做一套的 这种叫什么 为善 其实领袖也是 组长也不可以 做一套说一套 牧师 不要做组长 压力太大了 感谢主 你知道我常常 跟我太太讲什么 我讲亲爱的太太 你要非常的放心 因为我出到外面的时候 我不敢乱乱来 他问我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人认识我了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今天牧师 抱着一个性感的美眉 这样 怎样 我告诉你 明天Facebook就出来了 你相信吗 一下子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他 感谢主 你看你有多么多现眼 对不对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帮助我们 更加走正路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 我们都走偏情几路 所以提摩太后书 三章十六节就讲什么 圣经是帮助我们归正 归正就是回到正的路 Amen 对不对 所以当你成为教会的领袭 一个组长 一个区长的时候 你要做得更好 那是什么 让你更加的归正 牧师好辛苦 我告诉你 你做做一下 你就很习惯 然后你就少了一个辛苦 怎么少了辛苦 我发觉到 当一个男人 或者一个女人 一个家庭 他们到了大概 五十岁 六十岁的年龄 每次来找牧师 都是一件事情 同样一件事情 牧师可以帮忙吗 我的孩子 去disco 没有回家 我的女儿 我告诉你 我都不懂 为什么不留 不是说很贵 他越穿越少 都跟牧师讲 因为你之前 没有做到 榜样的教育 没有教得到他 然后现在 你来跟我讲 所以对 年轻的时候不做 因为你就告诉人家 说我是父母 我可以不做 但是年老来 我告诉你 你自作自受 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甚至 到你盖棺定论的时候 孩子都还没有改变 Amen 所以学习 向孩子认错 学习认罪 是一件好事 好事在哪里呢 好事 孩子会消化于你 当孩子消化于你的时候 我就发觉到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孩子身上 所发生的事情 不会为时已晚 什么叫为时已晚 你知道吗 当你的孩子 开始去赌博的时候 一发现 惨了 牵了九个大龙 严重吗 但是当他已经习惯 认罪悔改的时候 他可能真的会赌了一把 他可能今天晚上 就回来告诉你 爸爸 刚才我做工的时候 跟着一群朋友 他们带我去赌博 我把薪水 这一次的薪水 输完了 有问题吗 不是很大问题 马上认罪悔改 但是如果他没有 像你每一次 会有认罪悔改 坦白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就累积 累积当他爆炸的时候 他就变成严重的问题 Amen Amen 所以当你开始学习这种态度 向孩子认罪的时候 就是告诉孩子说 我们开始一起学习 做一个敢于承担的人 当你敢于承担 你的孩子也开始敢于承担 Amen 这不包括是你的真孩子 包括你的属灵孩子 当组长 当领袖 没有办法 勇于认罪 勇于承担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底下的主缘 也没有一个认罪 没有一个会承担 Amen 所以一起来读这个 来 价值观是用感染的 不是用教的 Amen 所以你的价值观 是你身体力行而做的 不是用教的 教不到的 教不到 我爸爸教我不要赌博 教了很久 结果我赌到乱 最后是耶稣的爱 感动了我 耶稣的行为 感染了我 我才可以改变 Amen 只有感染 所以做牧师 做教会 主乐学老师 最怕跟那个青少年老师 最怕是什么 你知道吗 父母都期待 我们的主乐学老师 把我们的孩子教得很好 把我们的青少年教得很好 因为听说来教会的孩子 他们都不会学坏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父母不做榜样 基本上我告诉你 我们也是很难的了 你明白吗 父母开始做榜样 父母开始爱神 父母开始把神的话记在心上 烙印在心上 所以最近我鼓励很多 我们的教会的人 把主要的经文 把它背起来 那感谢主 我们很多歌都背得很不错 很多歌都背得很不错 现在我们执情也开始背经文 背得都很不错 我一跟他讲几章几节 他就一字不漏的 有人问我 牧师背来干嘛 背了以后 把它烙印在你的心 烙印在你的心 然后成为你生命的左右民 让你能够活出榜样 让你影响下一代 Amen Hallelujah 好 我们讲到基督的品格 基督的品格是什么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是基督的品格 那请问一下 基督的品格有没有办法学回来 我告诉你是有的 不过你跟你旁边讲很难 很难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不是都知道 应该怎么样 是不是都知道 我们很困难 困难在哪里 困难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 那个才困难 原来要活出有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的人 他必须要有一种叫做能力 他才能够活出 所以圣经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 前面写了这重要的七个字 圣灵所结的果子 跟你旁边讲圣灵所结的果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可以经之 原来当一个人要归正 要把耶稣的形象活出来的时候 你跟你旁边讲 需要依靠圣灵 所以才会叫做圣灵所结的果子 Amen 那如果你没有亲近上帝 没有亲近圣灵 也没有祷告的生活 那请问一下 你怎么结出圣灵的果子呢 Amen 那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也想你的孩子结出圣灵的果子 你做一个伴向给他听 我发觉到 我们家里如果一有那个叫做家庭祭坛 我的女儿就会把 她要认罪悔改的事 讲出来 原来家庭祭坛很重要 我们一轮赞美祖了以后 然后我们互相要祷告 你要什么什么事情来祷告 他就会祷告 然后他跟你聊天的时候 他就会把真实的话告诉你 Amen 这些都是什么 般苗 只有依靠圣灵 我们才能够活出 所以接受圣灵大人的管理 你要愿意接受 圣灵在你的内心的管理 我们相信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当你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时候 圣灵就开始在指振你 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 我说 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 就不放冲肉体的情欲 也就是说 你不顺从圣灵 你就自然放冲你的肉体 这包括什么 你放冲了你的骄傲 你放冲了你的自我为事 所以在家里 一有错 肯定是你的两个女儿 两个孩子 错 然后你的太太错 你永远没有错 这个叫什么 其实你在放冲着你的情欲 Amen 所以认追悔改 是一种依靠圣灵改变的模式 我怎么讲呢 怎样接受圣灵的帮助 就是当你每一次做错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圣经的严格度就是这样 当你不按着 神告诉你要做的事情去做 就叫做罪 严不严格 非常严格的 真的非常严格 每一次犯罪的时候 无论是态度行为上 你都立刻胜罪 并求神照着他的应许赦免我们 因为神应许了我们 那愿意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 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认罪悔改的那个观点 不是低微 认罪悔改的是勇敢面对 认罪悔改的那个观念是 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 因为犯罪会造成一种状态 叫做被捆绑 认罪悔改是我从此以后 不再被捆绑 Amen 认罪悔改是什么 是一种版样 让你的孩子也学习 有什么事很敢的告诉你 而不会因着隐藏罪恶 累计累计累计 一问他的时候 爸爸我已经三个月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还是让他有知觉性 每一次在家里沟通的时候 有什么错误的事情 选你一样 认罪悔改 三个月的事情 他就不会出现了 Amen Amen 好 将你生命的管理权 再一次的交给主 求圣灵掌管并帮助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在孩子面前树立好榜样 才能够讨神喜悦 Amen 所以这里面所讲的 不单只是你家里的孩子 特别组长听着 你讲牧师今天要求高一点 我告诉你 只有爱你的人 才会对你有要求 这句话也没有错 你不会要求我女儿 以罗拉做什么 不过你会要求你的孩子做什么 对吗 因为你爱他 因为你爱他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如果一个教会 你可以去一个教会 对你没有任何要求的 绝对是可以 但是如果那个教会 对你有要求 那你可不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想 因为他爱你 Amen 因为一个牧师 对会友有很多要求 那个牧师是不太受欢迎的 很烦啊 像管家这样 但一个牧师 对会友没有要求 他是很受欢迎的 我牧师很随便的 很青菜的 我告诉你 他比较modern 接受度比较狂 你知道吗 好料哦 我告诉你 你来我教会就可以了 抽烟 什么都可以 只要不要给他看到 不过我告诉你 真的你抽烟打麻将 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给我看到都没关系的 我是更开通的 不过不要给上帝看到 Amen 因为这个才是真话 不要给上帝看到 才是真话 Amen 所以当你学习 把你的生命交给主 管理的时候 那就是你生命改变的时候 Amen 所以敢敢的在神面前承认罪 因为有应许 愿耶稣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就不需要 一直线线线线线 线到最后一样 你学大尾 主啊 求你给我换一颗清洁的心 好让我有个真挚的灵 但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 Amen 如果他及时认罪 就没有那么严重 Amen Hallelujah 好 那要树立什么版样 要树立做丈夫 做妻子的版样 一个家庭的结构 就是父母 一个团队的结构 教会的结构 也是属灵爸爸 属灵妈妈 你知道吗 那区长 组长 也是属灵父母 你知道吗 父母的角色 非常的重要 你的这一代的感情如何 你在影响着你下一代 Amen 那神怎么告诉我们男人 丈夫的角色 身为丈夫 设立的角色 就是要他成为 善解人意的 仆人领袖 那么 做头带领 妻子儿女 来到神的殿中 而上帝的那个头 他是以仆人形式的 为什么讲仆人形式 因为耶稣亲自的讲 我来这里是服侍人 不是所有人服侍 所以洗脚的那一幕 才会出现 有没有想到 洗脚的那一幕 对不对 马朝的那一幕 才会出现 因为如果神来 不是为人服务 然后成为一个 仆人领袖的话 我告诉你 他应该生长在哪里 直接生长在 罗马皇宫里面 然后一出来 就做罗马皇国 国王 对不对 然后这个国王 变好了 全国大改变 当时政权最大的是 罗马 其实犹太人 很多都是这么想的 你知道吗 但是他没有 他生长在马朝 Amen 他是一个很 完全呈现的 一个版样的 仆人领袖 仆人领袖 叫做什么 我来就是服侍你们 Amen 所以从圣经的观点里面 男人来就是服侍家庭 我来在我的家庭 就是服侍我太太 服侍我两个女儿 这个就是观念 所以以佛所书五章二十三节 他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他是来拯救我们每一个 你是来做男人的 你是来拯救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得不得救 在男人 比特前书三章七节 你们做丈夫的 要按情理 与妻子同住 所以男人 有一个功课 你一定要学 学习了解你太太的情绪 因为上帝创造女人 就是这样 要先处理情绪 才可以处理事情 Amen 你一定要学的 你没有办法不学的 因为这是什么 这是神的交代 Amen 那男人的角色 丈夫的角色 怎么影响你的孩子 就是像上帝一样 给予无条件的爱 家里怎么会产生 无条件的爱 其实从丈夫开始 当然你告诉我 牧师我的开始开始 他们 我爸爸做不到 我告诉你 那个真的 我也没有办法 你要持续祷告 为什么 因为之前 他没有抓住上帝的话语 当然如果他在教会的话 我就慢慢地再调整他了 Amen 所以以佛所书五章二十五节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命 我很喜欢 在讲一个观念 从一个观念里面告诉你 圣经讲说 太太是什么 太太是丈夫的帮助 Amen 跟你太太讲 谢谢你帮助我 然后你就告诉我 牧师讲得很勉强 哪里有帮助 每一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想到投报 这个月没有钱 我要做夜班 要这样 那个没什么 我太太发生什么事情 她只是用一招而已 哪一招 老公 就搞定了 那到底是太太是你的帮助 还是你是你太太的帮助 牧师 我不是不要讲 刚才我也讲了 讲了我真的很不开心 因为为什么 老老实实讲 应该是老公是太太的帮助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后来 我讲神 我应该怎么讲夫妻 上帝就告诉我 太太好像一辆Ferrari Ferrari好不好 跑得快对不对 跑得帅对不对 我那天跟我的女儿出门的时候 我后面 我没有见过白色的Ferrari 都是红色黄色比较多 那天有一辆新的Ferrari 白色的跟着我后面 我就叫Shanan看一看 美不美 美 我就跟她讲 买一辆给你要不要 当然要 我也知道了 买不起了 买不起了 我只是跟她开开玩笑 对不对 但是这辆很漂亮 当然要的Ferrari 如果你试试看 你不打油 添油下去 她能不能够跑 她不能够跑的啦 她顶多在家里面 摆住 对不对 然后你每天跟她骂沉就好了 对不对 久久的话 每一天早上 要跟她start 可能你没有油 连start都不能够 对不对 好不好 这个很好的工具 这个很好的帮助 她需要什么 她需要添油的 所以太太需要添油了以后 她才会成为你的帮助 那你问我牧师 怎样添油 怎样做 我给你看另外一节经文 当人犯罪了过后 圣经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讲 对你人说 我必多多加添你怀态的苦楚 你看神有给他工作 你为什么有孩子 因为你的 我告诉你 你不用带球跑 是不是不用带球跑 你知道带球跑是很辛苦 不是打篮球 是挂在这里的球 又拿不下来 我越来越大 带出来跑 辛苦吗 做过妈妈的都知道 对不对 连睡觉转左转右都很麻烦 对不对 我还记得ADJ唱了一首歌 他讲 上车一名 博一名 哇 几感动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生产儿女 必多受苦楚 哇 那个自然生的痛 多少个小时 到底你懂不懂 你看 神给他一个付出很大的代价 然后告诉你要做一件事情 他那个代价是为谁付的 也是为你付的 对不对 你这么容易啊 boyboy过来 哥哥过来 因为你老婆失业怀胎 才有boyboy跟哥哥 对不对 是不是有没有分为你所付的 对不对 好了 神就给了他一个东西 你必恋慕你的丈夫 什么叫恋慕 你知道吗 恋慕的意思是 他把他的生命焦点 放在丈夫的身上 也就是说 他买一对耳环 没有人看到OK吗 丈夫看不到OK吗 不感言 那天煮饭的话 一定这样 你要吃什么 他今天特别新年 又不敢整个头懒红色 只是懒得一条红色 我告诉你 他等待着老公 很有眼光 万黑虫中一条红 他等着你讲这句 因为他恋慕你 对不对 并且这里讲说 你丈夫必管辖你 没有啦 不要跟我讲那个税楼啦 当你讲没有啦 我在管那个税楼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也没有管住你的情绪 他管住了你的情绪 神的话厉害在这里 两千年不变 阿们 我叶伯基三千多年 还是不变 创世纪更久 不变 安定在天 就是怎么样 所以你要让他的恋慕得着满足 他感受到爱 我的老公真的有留意我 我的老公真的爱我 是他的方法感受到爱 所以为什么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 你要按情理去认识他 明白吗 然后你就开始管住他 是怎么管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不做已经管住他了 你明白吗 他就很开心 我在很开心里面 他就很自愿为你做任何的东西 帮助就来了 阿们 那现在你明白 丈夫能够怎么样成为 太太怎么成为丈夫的帮助 你知道吗 跟你旁边讲要打油的 这个打油就是让他真的感受到爱 感受到爱 你会看到你家里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我坦白告诉你 因为我以前我都有教夫妻的课程 但是教是教没有绕死在自己的家里的 你知道吗 但是后来有一次 家里发生了一些的状况 太太差不多吃 师母差不多进入去忧郁 因为那个撒旦告诉师母 因为那时候很忙 又见读会有很多事 这个有很多事 那个时候撒旦就告诉我家的师母 你的老公随便爱一个赌徒 都比爱你更多 你讲会不会忧郁 忧郁的 真的忧郁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要打油先 你知道吗 任何的事情 我用我的标准 跟我的太太的标准量在一起 你知道吗 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就告诉她 我是牧师 你是师母 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 其实她也没有什么 她只是想 发泄她心中的不满 让我站在她那边一下 她就完 就搞定了嘛 对不对 我却跟她讲那么多理由 退一步海阔天空 好像很伟大 没有理会到她的感受 她恋慕着我 知道她的感受 Amen 所以男人啊 你要知道 当你老婆那天心情不好 很多话跟你讲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给她句号 好不好 你觉得很辛苦 你就学三知秘诀 三知秘诀叫做 嗯 然后呢 够了 她不会 她完全讲完以后 她觉得很舒服了 Amen Amen 这绝对有效 绝对有效 Amen 好 这是神让丈夫所做的 让丈夫愿意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告诉你 孩子会不会看到 孩子看到 所以Ela就给了我一个问题 她讲 爸 我现在麻烦了 我问她什么麻烦 我去哪里找像你这样的老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给上帝掌声 这个要学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也是经历了一个冲突以后 我才学会的 好不好 真的我们从冲突里面 我们学习成长 好 教养儿女 上帝说教养儿女 你们做父亲的不可惹儿女的去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然后警戒 然后养育他们 正元17章6节 子孙为老人的冠冲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你要你的孩子 因着有这样的父亲而荣耀 Amen 所以父亲很重要 这里讲说教养儿女 有没有写 教养儿女是父母的责任 没有 他写什么 他写父亲 哎呀 有点不甘愿 牧师 早上又要做 现在行情不好 晚上又要做 回来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还要教养儿女 哪里有时间 拜托 我老婆是全职 家庭主妇 教养儿女 可不可以转向 变成太太的责任 可以吗 我想告诉你 他的关键词在哪里 我一天我在问上帝 我讲 好像不太对了 上帝 关键词在哪里 后来我才察觉到 孩子都把爸爸当作偶像 小的时候 我讲 大就未必 大你做得不好 他就不管你了 对不对 我记得我刚刚做街头会 2003年 我去香港的时候 香港那边的辅导员告诉我 他讲什么 我们跟香港大学做的配搭 病态赌徒的孩子 比一般的孩子 成为病态赌徒高四倍 这个叫什么 板样影响 Amen 那你讲 牧师女儿呢 女儿也是一样 台湾人说 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跟你旁边讲是假的 不过又好像很真 对不对 不过女儿是什么 女儿 爸爸是他认识的第一个男人 他以后的婚姻价值观 全部看你这个爸爸怎么做 所以基本上 男人不容易当 好男人不容易当 不过我鼓励你 读了男人是勇士 你就可以做到了 Amen 顺便推销一下 Hallelujah 没有收学费的 推销给你读的东西 不用收学费 对你好不好 好得不得了 对不对 好 妻子的角色 妻子应当顺服 尊重丈夫 成为他的帮助 耶和华说 那人赌气不好 我要为他找一个帮助 Amen 所以太太要顺服容易吗 很难 坦白讲 不要骗我 对不对 不过靠着上帝 你能够 Amen 靠着上帝 你是能够的 哎呀 我只是他的帮助 很奇妙 很小 希伯来书 十三章六节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们的 哎呀 主是我帮助 主很小 主会不会很小 不会 所以你不要搞错 妻子的爵士 是丈夫的帮助 不是小 而是某一些东西 是太太能够做 丈夫不能做的 我每一次电脑卡住 遇到任何的问题 我都没有办法的 我只会打一个电话 罢了 Niki Niki就会告诉我了 牧师你按左按右 然后按下按上 OK这样就可以了 砰搞定 那请问一下 到底我的电脑比较厉害 还是Niki比较厉害 当然是Niki 对不对 你的帮助一定是比你厉害 对不对 所以站在你旁边的太太 你好厉害 因为有些东西 真的他能够处理 你没有办法处理的 你明白吗 那个叫做帮助 但是你要太太 成为妻子的帮助 还是让我告诉你 你先让他感受到爱 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 好 另外一个 太太要做的顺服 顺服 你看这个经文里面出现四次 为什么要出现四次 你知道吗 因为最大的原因 就是讲了以后 你都不顺服 所以要四次 你明白吗 以佛所书五章二十二二十四节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还要拿基督来做比喻 怕你不顺服 又叫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么样 凡事顺服丈夫 Amen Amen 因为那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不过你要靠主 你就做得到 做得到的话 你要相信神的意念 比你的意念更高 Amen 你会发觉到 你的丈夫会越来爱你 越来越为你舍命 当你学会顺服的时候 尊重 神讲说妻子要尊重丈夫 不过这个圣经很微妙 怎么微妙你知道吗 以佛所书五章三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然而你们个人要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尊重她的丈夫 他还是讲 老公我要尊重你 不过你先爱我看 可以吗 真的这么写啊 我要尊重你 不过你先让我感受到爱先 可以吗 真的 神的话也就是那么的安妙 这么多年里面 私底下解决很多夫妻的问题 你问我用了哪个courser 我是读辅导毕业的 我还有两个辅导文凭 专业辅导文凭 但是到最后 在夫妻上 辅导我有用到吗 用到很少 我用的大部分是什么 圣经的原则 因为辅导课里面 没有人这么讲的 你一定要爱你的太太 爱到为她舍命了 那个人就会告诉你 你已经侵犯了 我人权自由 不可以我太太爱我 爱到舍命了 你一定要顺负 你的丈夫了 你违反了辅导手册 我是有我个人 那是我的权益 我为什么一定要顺服我的丈夫 方法有很多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原则才是重要 Amen Amen 我就是靠着上帝的原则 但是我发觉到 就是有效 那你问我牧师 为什么有效 我讲这个 就真的有一点极端 不过是真的 因为当你按照上帝的方法的时候 神会加入 当一个家庭 父母关系好了以后 我告诉你 儿女差不到哪里去 Amen 当一个主子 做领袖也是一样 当主长夫妻关系好了以后 主缘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Amen 所以希望孩子将来成为 怎么样的人 我们自己就要先为那样的人 因为现在的我们就是 他们将来的样子 Amen 这句话你应该完全没有反对 对不对 表里合一 这是重要原则 跟你爸爸讲重要原则 错误的教养就是 听我的话 但是不要学我 我可以大声讲 你听我的话 你不要大声讲 因为我是爸爸 我可以大声讲 我可以赌博 不过你不可以赌博 你听我的话 你不要做 不可以 正确的教导是 听我的话 还要学我的举动 Amen 要学我的举动 当我们的DNA一样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合一 Amen 这是一个观点 表里合一 原刑一刺 容易做吗 跟你旁边讲很难 真的很难 我跟你讲一个很难的事 我还记得 Ala在第一次进去幼稚园的时候 第一次考试拿了一个成绩弹给我 爸爸100分 父母100分 他要不要给礼物他 一定要对不对 后来我才知道我中计 为什么中计你知道吗 那个幼稚园为了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 第一次考试是每一个孩子都100分的 没有人99分的 我是不是中计 不过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老师的方法也是很好 对不对 我就问他要什么礼物 那天我们家里就休息 在家里躺着看电视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麦当劳就开始出一个 他那个产品 就是你吃麦当劳 补一点钱 那个小孩子的玩具 叫做空腹panda 空腹熊猫你知道吗 那么小孩子就跟我讲 爸爸我要空腹panda 我讲so easy 太容易了 我住在panda inda 出去那边就有那个卖当劳了 我讲没有问题 等一下我就出去 马上买一个给你 马上实现 也不错对不对 我去马上加冷车 去那个mattona 你知道吗 然后他告诉我 sorry so out 卖完了 卖完了 没有关系了 明天爸爸去医保讲道 基伦坡没有医保有了 对吗 我就去医保讲道 医保讲完道 每个人拍 牧师今天你很恩高 什么什么 那个不重要 他就讲说 牧师今天你想吃什么 我们有榕树下的 哇 让豆腐 我们有这个医保的 这个哇 医保 把咖啡医保 什么 你想吃哪一个 最想吃哪一个 麦当劳 牧师你喜欢吃麦当劳 吃西餐 没有办法 我欠了你一个空腹panda 你知道吗 结果我们就跑去吃麦当劳 真的是麦当劳了 很可惜 空腹panda 卖完 我又回到我的家 回到我的家 我告诉你 我去打电话 给我Saba Salawa的朋友 哎 brother 可不可以帮我去 很容易 牧师很容易 过后打电话 来 牧师 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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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惨哦 这次真的就是从 警察 一直打电话 打到Johor 都买不到一个 空腹panda 源于执行容易 很难 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 我没有办法做 哎 最后没有办法 应该第一件事情 交给上帝 我开始没有交给上帝 不过那天 我就交给上帝了 我就跟Yerola讲 有点坏蛋 我就跟Yerola讲 Yerola 你祷告 爸爸去找 没有祷告 没有力量 我告诉你 三岁四岁的孩子 很单纯的 他就祷告了 主啊 我要一个空腹panda Amen 很简单的 我的电话就响了 我一拿上来 哎呀 我的舅子打电话来 我太太的 师母的弟弟 姐夫啊 你要找空腹panda 我今天 经过Torna Banda 我看到了空腹panda 哇 我急开心 急开心 那天就买了一个空腹panda 给我的孩子 当然在过程当中 我在找不到的过程 我偷偷地看了一下 我的太太 她的脸色 从很红的 变成有点黑 你知道吗 后来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如果我要的东西 不知道你没有那么群劳找 其实不是我群劳 我只是想做一件事情 表里合一 圆形一致 容易吗 不容易 但是靠主 还是能够 你要相信 祷告的力量 Amen Amen 那当你在耳底面前 相信祷告力量的时候 而你会不会相信 祷告力量 会 其实我告诉你 包括你带你的门徒 包括你带你的小组 每一次小组散会 每一次就位散会的时候 都告诉他们 祷告 祷告 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必赐给你们 出负意外的平安 在耶稣基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Amen Amen 告诉你 以佛所识四章六到七节 你看现在背经文 随时讲 这个超念 下一个超念的就是你 Amen Amen 好 给你做一个总结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总结好不好 来 无论我们喜不喜欢 孩子都会消化我们 价值观是用感染的 不是用脚的 做版样是展现真实的自己 不是追求完美 父母如果虚伪 表里不一 孩子就会对属灵的事 漠不关心 所以要改变你的孩子 或者改变你的属灵孩子 由你开始做去 Amen 我们起来敬拜赞美 Amen 求神来改变我们 Hallelujah Hallelujah Shikara ba la ba Shitara ka ba ba 好 让他们在准备的时候 我们站起来 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 我们来思考 你想让你的孩子 或者你的属灵孩子 学什么样的态度 学什么样的秉格 你想你的孩子 想你的属灵孩子所学的 那现在 你应当怎么做 我不希望今天 只是讲了一场道 你觉得好跟不好 因为你觉得好跟不好 完全没有意义 好不好 我想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们思考一下 今天听了这场道 有什么事情 告诉了你 要停止做 不要继续再做的 想想看是什么事 主啊 求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停止做 不该做的事 以往 以免 我们留下的 坏的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停止 停止这些事情 想想看那些事情 是要停止的 求圣灵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停止 第二个 第二个 今天听了这场道 哪一些是激动你 现在要去做的 主啊 让我们 赶赶地跨出那一步 现在就去做 是跟孩子道歉吗 是跟孩子一起领袖吗 主啊 你帮助我们 现在就计划 帮助我们 现在就去做 Amen 好让我们的家庭 应认识你了 改变 Amen 谢谢你 赞美你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